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浪費冷氣》點贊、分享和訂閱 《齊康易拼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就說說 嘩,現在在郭戴怡英群組,個個卑天敏人 什麼事呢? 原來那群香港皇友Biannoga 他們覺得這個大卓爾夫人是最偉大的英國的首相 那約翰遜呢?第二位大 真是的 糟了,還有一個邱吉爾怎麼辦? 怎麼辦? 為什麼說他這麼偉大呢? 因為你知道以前香港沒有一群歸英派的 他們就覺得是大卓爾夫人才令香港有這個盛勢 其實香港人是沒有力氣的嗎? 神經病 彭定康呢?彭定康是第幾 彭定康? 你這樣的排法很引起世界大戰的排名 對呀 所以他們看到,哎呀,為什麼你這樣 蝕毒大卓爾夫人呢? 她很可憐啊 人家屎了還要這樣搞人家的同長 哦 那是什麼事呢? 原來英國前首相鐵娘子 大卓爾夫人 我覺得其實默克爾比她做得好 起碼沒有她那麼衰 為什麼說她衰呢? 其實大卓爾夫人 令很多的英國人,當然了,她削弱工會 每個人的政治意識形態不同 不要緊,但是真的令到日子很可憐 尤其是蘇格蘭 說回來,戴卓爾夫人就有一個紀念雕像 在日前在她家鄉林肯棍落成和揭博 但是兩個鐘頭不夠 大卓爾夫人生前就可能沒有吃那麼多雞蛋 但是當地民眾就向她雕像狂丟雞蛋 很多人就說,拆了她 更加多人說,快點將她整個這樣推倒 所以當然了,大馬Sir,這些是否有爭議性? 是有爭議性的,如果很溫和地說 但是有些人說,有些左派就說,這些是底屎 很討厭戴卓爾夫人,因為她做得太盡 昨天戴卓爾夫人的雕像在她家鄉 聖彼得山綠這塊大草地 要立起身,落成了 靠近一個博物館,她應該沒看過她的電影 她小時候在家經營的雜貨店 亦萌生了她的思想 覺得為何這些人會這麼懶? 因為這個阿姐很勤奮 英國媒體說,戴卓爾夫人的紀念雕像 揭幕相當低調 是否因為知道很多人討厭她? 是避一避好一點的 亦沒有舉辦任何儀式 低調 老實說,邱吉爾之後 英國手上來說,她算是出名的人 居然如此低調 揭幕儀式也沒有 香港也不算頭號粉絲 但也是頭幾個陶傑 有沒有去趁熱鬧? 有了,一分鐘也扔掉你 好像沒有 她相當之崇拜大卓爾夫人的 還有什麼林妓那些? 還有黃世7 不怕說黃世7 這是別人安給她的名字,不是我說她的 你看了她的視頻也會有同感 對,實際上是很刺激 對不起,不應該這麼說 這個雕像原來 被安置在一個高達3米的基礎上 也挺高的 四周圍是放了圍欄的 而且雕像的對面還裝了攝像頭 原來一早猜到有人要撒爛她 以防有人搞破壞 在短短的兩個小時不夠 這座雕像已經有很多人扔雞蛋了 有些人當然是抗議和不滿 有幾個司機特意駕駛車路過 然後更加有人說 拆了她 亦有人說 這個對林肯郡有什麼好處? 可能就是沒什麼 只有小部分人 在雕像面前拍照 沒有表達不滿 這座雕像也挺貴 30萬磅錢 不到300萬港幣 但已經很厲害了 應該早些撥款已經批准了 如果近期批准的話 真的可以抵抗你 沒錯 你說得對 雕像是什麼時候批的呢? 19年批的 但是因為疫情一再延期 剛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你知道嗎? 本來戴卓爾夫人這個帳 打算放在倫敦的西敏寺 議會廣場 結果為什麼說呢? 因為擔心有人一放上去 馬上推倒他 擔心一些左派人士 你知道 左派人對他十分忌憾的 記得嗎? 之前不是說過 他不是把那些人滲透到工會那裡嗎? 而且還有小朋友 同那些人 記得嗎? 好點好點 做臥底我做得這麼厲害 所以英國政府就擔心 這個是他們政府自己說的 會發起公共的抗爭破壞這個雕像 所以最搞笑的是這個提議 也是被英國國會發抗爭 因為他知道他一定會發抗爭的 一定會發抗爭的 大家知道 戴卓爾夫人什麼事了 免得吧 當然喜歡他的人也很喜歡他 香港就有很多人喜歡他 不知道為什麼 全世界有這麼多殖民 但是每天都有人看到他哭嗎? 沒有啦 連英女王也癡之以鼻啦 當作人家是仕頭婆 真是神經病的嗎? 有時候有些人真是古咯怪怪 也不想說這些出口 但是真的沒有辦法 我們看到 其實2013年他就過世了 有人說不如那時候再幫他做雕像 但是有些人說你這麼早做嗎? 可能很快就被人拆掉了 之後他的家鄉林肯郡的一個遺產協會 他就牽頭了 將這個雕像說 還是不要放在倫敦、不要放在西文寺廣場 將他接回家鄉 2020年 當地的公司批了 原來當時批了10萬磅前 舉行戴卓爾夫人這個紀念雕像的揭霍儀式 中道當地民眾強烈的反抗 而且當時在Facebook上還有個群組叫做 揭莫式批雞蛋比賽 哇 雞蛋與雕像 不是高牆 不是 有超過13000人說想參加 沒有13000人 不過也有2000多人 當地的雞蛋會缺貨的 除了批雞蛋之外 當地有油漆的店舖 有人說要大量買噴漆 當然你說得這麼大的話 最終議會是放棄了 這個雕像的揭莫儀式的撥款 這是當地的議會 韋寶就說 在戴卓爾夫人的家鄉 沒有人對戴卓爾夫人被扔雞蛋 是感到驚訝的 而且大部份人 是覺得應該扔雞蛋 你看家鄉的人都不支持你 沒得說了 不過有小部份人 就覺得很自豪有一個金人 戴卓爾夫人在英國 當然英國還有很多保守派的人 都可以說是毀譽參叛 但是對於蘇格蘭那些比較左翼的地方 就肯定你弄個金額像 很快就會推倒你 只是挑釁我而已 我們說回戴卓爾夫人 是1925年生在林肯郡的小鎮 她爸爸是鎮上面一間雜貨店的老闆 她在這裡長大和上學 但是戴卓爾當政之後 採取一系列的經濟措施 特別是對她家鄉的人 是相多不友好 不怪鄉下的人這麼討厭她 反軍旅 是的 比如關閉了多個煤礦 所以這個 因為以前戴卓爾上台 之前其實英國的工會勢力都挺大的 你知道戴卓爾之後就用了很多 明又好暗又好 有很多大把手段用的 他當時 就令到多個煤礦被關閉 導致大量的工人失業 所以他家鄉的人就很討厭他 其實他可能這樣想 當然 為了立威 我連家鄉的人都搞了 是不是 對嗎 戴卓爾夫人有本《自傳》 《自傳》也不是他寫完的 有人幫他寫 《自傳》的作者 John Campbell 其實就說過 其實在戴卓爾家鄉的人 很多很多人是非常非常討厭他的 而戴卓爾似乎都不喜歡自己家鄉 在他任期間很少是回鄉 你說得對 最有爭議的手上 甚至比邱吉爾 我認為這句有爭議都很溫和 雖然邱吉爾有很多人說他是種族歧視者 但是對於英國白人來說他是做了很多事情歧視其他地方 我不是說對的 但是對英國白人來說是無感的 戴卓爾夫人就令到很多人沒有工作 是啊 火到來 沒錯 當地 議會工黨議員是他對家 這位議員叫李 Staddle 他就說戴卓爾夫人的雕像被人丟雞蛋 是絕對不能避免的 那真的不能避免 另外 另一位保守黨的議員 他就說 這座雕像 是對一位真正獨立的政治家 最恰當的致敬 你是不是自敵雞蛋都是恰當的致敬 也說戴卓爾夫人 是林肯郡 歷史遺產重要的一部分 不過他自己也很少提戴卓爾夫人 他也說我們不可以逃避歷史 你說得對 不可以逃避歷史你就要把他那些壞事說出來 是吧 遺曉他的遺產 在我們這個地區 討論是適合的 這座雕像將會成為未來幾代人的話題 他也不說話題 一說話題當然有好又不好 在他的鄉下 看上來好像不好比較多 林肯郡的警方也證實 他們收到多宗 戴卓爾夫人雕像的 刑事委壞報告 目前還沒抓到任何人 不過在調查當中 戴卓爾夫人當然要說一下他 戴卓爾夫人 最出名的 就是一個叫戴卓爾主義 戴卓爾主義 其實就是戴卓爾夫人的一套經濟社會政策的主張 也可以說他本人的行事風格 香港的皇友很喜歡他 戴卓爾夫人 在1975年到1990年期間 是保守黨的黨魁 並且在1979年到1990年擔任英國首相 是長達11年半的 正如戴卓爾夫人 自己在1975年保守黨大會這樣說 他拋棄了英國的共識政策 將自己稱為堅信 堅決的政治家 戴卓爾夫人認為 國家經濟不應該過份干預 不受限制的市場資本主義 是帶來最大的效率 但是令到很多人很慘 其實你會看到 老蕭就很崇拜他 香港很多KOL 皇友很崇拜他 因為他們說了什麼都私有化 什麼都不理 但現在這個時代 如果你什麼都不理就麻煩了 又就是因為你們不理 當然了 令到很多不公平現象 之後就搞到很多社會動盪 他一系列的公共事業的私有化 還有去監管化 減稅 取消匯率的管制 打擊工會 這就令到很多人 原諒不了他 工會有些人真的很慘 還有 削減福利 開支等等 大卓爾夫人的大卓爾主義 到今時今日為止 對保守黨的經濟政策 依然是發揮巨大的影響力 當然對於香港的皇友來說 又覺得是多謝他 關什麼事 如果香港皇友本身是工薪階級的話 你知不知道你在支持什麼 支持一斤打壓你們的人 打壓你們 你幹什麼 當然了 為什麼這麼多人討厭他 因為他很強硬對工會 大卓爾上台之後 是逐步削弱和瓦解工會力量的 當然了 有些仍然像看 這些 叫做 間諜電影那樣 因為他派了一些人 滲透到工會 是的 所以 之後英國政府也證明了 工會有些激進行動 其實不是工會自己的人 是有些 鬼 鬼 當然 他削弱和瓦解工會的力量 阻止工會騎劫政府運作 其中 引發最大的衝突就是 1984到1985年 剛才說的 關閉抗井引發的英國工人 抗工罷工 這個厲害 抗工大罷工真厲害 這個對於英國歷史上 是一個很有 叫做 影響的一個罷工 因為你知道煤炭業是重大的 一個工業 這場罷工 對英國工業關係具有 決定性的影響 罷工 最後失敗 就削弱了工會運動 罷工 也是被 英國確立黨 就是保守黨人 還有一些 保守派人士覺得 是大卓爾夫人人生中一次最大的勝利 因為壓制了工會 最後當然很多人很討厭他 我們看到 由於全國抗工工會在1974年的罷工 曾經令到 當時的希斯政府落台 包括執政保守黨在內很多人認為 全國抗工工會 是英國最強的工會之一 所以 1984到1985年 抗工罷工 成為了具有象徵性意義的階級鬥爭 罷工是以 抗工失敗 結束 後來 大卓爾政府的自由市場方案得到廣告 全國抗工工會的政治權力 是被永久削弱了 也將整個右派意識形態 滲入了很多英國人 包括 自認為自己都是英國人的 一些皇友 這場勞之九分是暴露了英國社會當中 嚴重的階級分化 罷工在英國 尤其是 在英格蘭北部 和南威爾市 造成了巨大的創傷 這是現實 罷工期間 有十條人命沒有了 也有 包括六名工會的 狗察員 三名 是 尋找抗核的青少年 以及 一個 的士司機的大佬 為何今時今日有些人 因為 很多人 找不到吃 之後搞到整個家庭很嚴重 所以為何那麼多人那麼憎恨大卓爾 就是這個原因 當然 大卓爾 那麼有爭議 當然是請他吃雞蛋 他和另一個美國的 總統 雷根 的確他們的 新自由主義 主宰了很多 但是一走到某個點的時候 社會的問題突顯了很多 所以以後 新自由主義走了那麼多年 現在是真的要改變 如果不是你就沒得走了 大卓爾當然 堅稱自己是創立一場 自由意志主義的運動 也是 否定了以往的 托利黨主義 大卓爾主義 在保守黨內 和 自由意志主義聯合起來 雖然這名 號稱自由主義者的人 是用非常強硬的手段 甚至 他經常說什麼自由 連保守黨很多人都說他是專制 對呀 相當強硬的 你看他對付公會 從來不搜遠 當然了 香港那些皇友都那麼喜歡他 你記住 到時有人釘大卓爾雞蛋的時候 你們要擋住你吃了雞蛋 吃了雞蛋 王世都沒有去 王世七都沒有去 王世七好像住在德國 你自己的偶像 雕像 揭莫 這樣被人羞辱 還有林基呢 什麼龜英派呢 其實說回戴卓爾夫人的晚年 算是相當不好 2002年戴卓爾夫人 就多次是輕微中風 令到他短暫失憶 2003年 他老公就走了 之後 他是受不住打擊的 所以有人說他神情彷彿 2004年 他一生中 叫做佔友 前美國總統朗盧烈根也走了 他再受打擊 但是你預料了 說真的 朗盧烈根也差不多年紀了 當時 2005年12月7日 戴卓爾夫人感覺頭暈 被送到倫敦的 車路士及西敏子醫院 並且當晚留院觀察 結果 幾天之後 他再到一間店鋪 飛發 又覺得暈了 馬上被保鏢 送到附近醫院休養 他女兒 Carol 跟媒體說 因為戴卓爾短期的憶力 是嚴重衰退的 所以他當時 因為他很喜歡 看報章 作為政治人物 後來很少閱讀 他也覺得 讀來也沒有意義 因為忘記 他曾經也說過 讀一句句子之後 自己會馬上忘記 最後到了13年 4月8日 英國時間11點28分 戴卓爾夫人在倫敦五星級 的麗加酒店套房 休息期間 在閱讀時 又開始讀 之前說不想閱讀 就中風細細 87歲 87歲 當時 首相就是脫勾罪人卡梅倫 還有其他國家的政要都表示哀悼 說一下他的反對人士 他的反對人士是放煙花的 他的反對人士是放煙花的 因為他得罪了很多左翼人士 很多人就 開香檳慶祝 更加 是作了一首歌 就是 叮咚 巫婆刮了 所以真的很討厭他 真的很討厭他 我看到他的雕像 有些人用這個 黃色的繩 捲住他的頸 這個不是 是放上去的那條繩 不關事 嚇得我 不是不關事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了 多謝各位 再見